路面标线大全图片 马路上的标线多种多样,每一种都代表什么意思呢? 白色曲线,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,可以进行月线变道等操作 接近障碍物标线,主要是提醒你前方路上有障碍 黄色石线,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 车道多的路面上是双黄线,车道少的路面用单黄线 黄色曲线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 单黄曲线和双黄曲线都可以月线超车或掉头 虚实线主要出现在扎道、桥梁前后 曲线一侧的车辆允许临时月线超车或掉头转弯 而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能允许压线 减速标线通常出现在出口匝道、收费站广场 形式有单虚线、双虚线和三虚线 垂直于行车方向设置 纵向减速标线是提醒司机提高注意力 主动采取减速措施 停止线是设置在路口处斑马线前的横向线 当停止信号灯亮起时,车辆需停在线后 在路上看到黄色网状条纹的线 一般表示禁止车辆再次停留 在车道较多、路面情况比较复杂的交通路口 常常会设立左转弯带转曲曲线 公交专用道标线是专门为公交车设置的标线 一般车辆不能随便跨越